最近台南团处买这会建议我做成生梦的案件 为了家共市民朋友的风载应勉令令 台湾市消风教第二大堆 马岛区工所及马岛围形所 今天特别在马岛老人 博立博政会古板三岛的活动 最近火烧先高雄 这个头红 甚至我们台南市 因为火烧来希望的案件很多 还有最近刚好 进入这个风台旗 再来就是说刚才这两天 我们发联地盘 所以我们来最主要就是 让民众了解这个 烹飞地盛 还是这个 风台来 饮水要怎样 还是说地盘 我们到底是要密理处来 还是要看着在外面 这个地盛 我们来说给这个社区 我们这个民众来了解 除了古板三岛的活动 也特别是都 里面的家里面的方式 并且提起民众 安藏住景气的重要 是一个心切关注 长者是会自己在家里面 小孩子会在外面 外面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 像这一次的地震的来袭 我们几乎都 只有很短暂的时间 可以去应应 那长者 他有什么样的 一个防备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非常需要 我们一直在教育 跟我们让我们的长辈 长者们 他们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也感谢 今天我们的第二大队 我们校长局的第二大队 跟我们的校长 我们麻豆校长分队 这边来办理这样 一个训练活动 一个讲习的活动 就这些华冬 建立民众 尽快风载关联 并且是他可以 提供警告 来表面 合适发行 南天是我们的 喜欢麻豆柴红包的